跟诈骗的关系 催眠跟诈骗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人想过 催眠跟诈骗有关系 有吗 有人想过吗 有的请记住 有哦 好 那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平常看到的诈骗里头 如果我讲 在你日常班中看到的所有诈骗里头 都是催眠的话 有人相信吗 这听起来就太夸张了一点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很多人对催眠 有一个最大的误解是 大家都觉得催眠是 我要控制你 或者说我需要把你带入另外一个世界 你会完全的被控制 你没有意识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迷魂打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个就可以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就跟催眠有关系 可是催眠 我们知道说催眠有两种催眠 一种我们叫直接催眠 你要坐在椅子上 并且我会告诉你 我现在要带你去催眠哦 你OK吗 你讲OK过后 那我们才会进入催眠 这个是在治疗上面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叫做间接催眠 这个方面也可以用于治疗 可是很多时候 间接催眠是你不知道 你不懂得的 这个间接催眠 它就好像让你无意识的去跟着对方 想要做的事情一样 很多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说催眠很简单 他告诉我 我要干嘛 我就去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会催眠 其实并不是 真正厉害的催眠是 他并不会告诉你 他要什么 这个就好像诈骗一样 一个高级的诈骗 也不会告诉你说 我要来诈骗你 或者他不会用一个 好像要诈骗的形象 站在你的面前 他反而会站在一个 专家的角度 站在你的面前 我是专家 所以人呢 我们讲说催眠 他研究的是一个人性 他不只是在谈治疗 所以很多有一些催眠师 大部分催眠师都不太想要去聊催眠跟诈骗这一个事情 因为这似乎会让催眠的名誉没有那么的好听 可是因为我越不敢去提 也越来越多人拿来用 悄悄的用 也悄悄的骗了很多钱 也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们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认知偏差 有人有听过这四个字吗 认知偏差 有人听过吗 几个句说一下 有听过 认知偏差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人是一个很厉害去做回应的 什么叫回应 找原因 当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个人读书 每一个人读书有的人赚大钱 有的人没有赚大钱 读书跟赚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现在要赚大钱不用去读书 你需要有一个机会 你需要有一批家人 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你看那个水水水就是例子 谢谢